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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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起床了 亲密时间几点 你是不是定错脑中 老板 您今天的行程是 上午八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在公司的大会议室 中午十二点核心媒体部会餐 下午两点您还有什么 别说了 别说了 施总 客户那边已经安排好了 我们什么时候走 今天行程改变 我另有安排 改变行程 可是之前的还没取消呢 表哥 放轻松 别一天到晚衣服天要塌下来的样子 小语 小语哥 对吧 我告诉你啊 这人哪 就要明确分工 有人赚钱 有人就得做恋爱有动机 有赚有花 这才符合大自然的规律 那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吗 大哥 我去约会啊 你帮我 不是 行了 没什么事 我走了 我走了 老板这是怎么了 听说她昨天和郑小姐和好了 应该还是和郑小姐约会去了吧 是吗 这是好事 得让姨妈知道 走 跟上去 来 你说这个旧情难忘套餐 还挺有效果的 昨天晚上一个昨日在线 就打动了她 今天我该怎么做 才能彻底收复她的心呢 我就说吧 你只要按照我的这个步骤 一步一步地往下去做 我保证她能投缓送包 都这个点了 迟墨怎么还不来找我呢 他昨天晚上说今天来找我 不会耍我吧 应该不会吧 据我所知 这迟先生不是这种人哪 他以前不是 现在受不好 我要去找他 你这 好 聪明聪明 要一起吃晚饭吗 你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马上就去公司找你 等我啊 老板不是和郑小姐约会去了吗 显然不是 嗨 好烦啊 肯定是个女的吧 其实是我的初恋 三年前我家里发生了一场变故 然后我们就分手了 之后我一直没联系 我也不知道她最近怎么了 总是找机会要跟我复合 那 那 你会跟她复合吗 你喜不希望我跟她复合啊 好了好了啊 我的好笨蛋 你还不知道我心里只有一个人啊 那就是你喽 接吧 喂 什么 哪儿啊 行 那我马上过去 聪明啊 实在不好意思 她跟我说她出车祸了 人命关天 赶紧去啊 但是现在这个点 高峰期肯定堵车 有 我有办法 喂 老方 我要发一个极箭 极箭 哎呀 兄弟啊 我只能给你搜到这儿了 后面这块区域啊不归我了 你就跟着我这兄弟走 他保证给你搜到地儿 慢点啊 大哥 这车 跌码了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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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